原来当我在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同时他们也占有我的空间和时间去整理他们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去年疫情嘛,然后正好又遇到搬家 然后就收拾房间 发现自己有好多没有用过的东西 和一些将来觉得也不会再用到的东西 然后就进行收拾 然后能卖的卖,能捐的就捐掉 但这些东西不存在的时候 整个人觉得豁达开朗 觉得身心无比的轻松 原来当我在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同时他们也占有我的空间和时间去整理他们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哪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必要再买的 至少是在我这里,我以后是不会再买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重复的物品 我的护肤瓶,我现在就是不囤货 囤过,然后囤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这些化妆水和多余的面酸或者是洗面奶 然后导致有一些化妆水 就想说有时候能湿敷嘛 他现在打折我就买了 结果买回来发现有的发现即将过期 有的发现已经过期三个月半年了 就觉得很浪费 然后你说我丢掉它吧又不行 然后我就把它用来敷脖子啊 或者是敷身上其他的地方 但其实这些其他地方啊或者是身上啊 我们用body lotion就是可以做到的 何必是不是就是 这些东西没有用到它就浪费了 从去年开始我不再去囤任何化妆品或者是保安品 洗面奶一瓶就好 没有用完之前绝对不去买第二瓶 看到再好的折扣我也不会去团货 指甲油也是 我现在就只有一瓶指甲油 它就是透明的颜色 反正将来可能再买一个其他的颜色 那透明还是还是可以继续用嘛 因为它可以涂在那层上面嘛 说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任何华而不实的用品 比如说是旅游纪念品啊 去一个地方旅游嘛 然后就会想说 到这里来了买一个当地的一个纪念品 因为别的地方可能买不到 那就买一个纪念品 我们来这里玩过 纪念我们来这里玩过可能 然后也觉得当时看它单看确实是很好看 但是当我们拿回家之后呢 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摆设根本就配不上 导致它就放在抽屉里面 变成压箱笛 然后甚至忘了它的存在 我觉得可以通过照相把照片洗出来 其实这也都是一种纪念 还有华尔布什的内衣 那些好看的内衣大多数都是有干圈的 只要是有干圈的内衣和有蕾丝的内衣 我都不会再买了 因为我觉得有干圈的内衣肯定是穿起来不舒服的嘛 那有蕾丝的内衣呢 就是如果夏天我们穿轻薄的一件衣服的时候 那个蕾丝图案其实会看得见的 而且就算穿得厚一点的一件衣服的话 那个蕾丝它那种不平整的那些纹路 它会 会让自己的衣服穿起来不是那么 那么平整 所以我不会去买那些蕾丝内衣 第三件不会买的东西就是甲花和甲草 现在真的甲花和甲草做得非常逼真 如果没有靠近去摸它们 真的是不知道它们是真是假 一个甲花买回来 它摆在那里 它一成不变 还容易挤灰 真花它是有灵魂的 因为它会凋谢 它还会重生 这一点甲花是无法替代的 第四点不会再买的东西就是 节日的挂件 每年一到十月份 十一十二月 就是各个商场都会卖那种 万圣节 感恩节 圣诞节的很多装饰 会给小孩子买万圣节的服装 但是我不会去买万圣节的那些 decoration 万圣节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 分堂和拿堂的那快乐感觉 然后圣诞节 我们家现在也就是只有一颗圣诞树 而且是小颗的圣诞树 可以放在桌上 也可以放在某一个角落 有灯 装饰的那种 每年都有圣诞节 那一年十二个月 圣诞节一颗圣诞树 我觉得就可以代表节日的气氛 一无一样 不会再去买的东西 就是廉价的饰品和义物 不是说便宜的东西就没有好的 也不是说贵的东西就一定好 那种饰品啊至少也要买镀金或者是镀银的 以前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会去 Ice & Claire 这些买一些很廉价的 变化多端的那些耳钉 就是一整片有好几对的那种耳钉 可是经常就让我耳朵就是发炎啊这样子 然后之后不带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没事 然后父母就会跟我们说不要买这些破铜烂铁的饰品 我们宁愿去花多一点钱买真金白银或者是镀银和镀银的都可以 因为他至少不会那你的皮肤感啊 所谓的那些破铜烂铁会引起皮肤敏感 然后还会容易掉颜色 如果是带状的话那就是非常廉价 看起来一点都不上 还会有一层雾面的那种很廉价的感觉 所以宁愿去买一些好的一些水状啊镀银镀银 当然预算高的你可以买更好的 很多快时尚的衣服啊它就是今年流行 它就是卖给你今年穿 那到明年你再拿出来穿的时候 不但看起来容易涂 而且那些质量要么褪色有么就是泛黄 还有的一些因为你多洗几次啊 边边角角那种衣服就会翘起来 就是衣服整件已经不成型 而质量好的衣服呢 你可以穿好几年 我自己是很喜欢管中古店 我们家里面的有一些家具 也都是从中古店掏来的 现在有一些古着的衣服啊 不管是包包还是衣服 其实他们早期的那些做工和面料 都比现在好很多 那也因为他们是二手vintage 然后他们的价钱也会相当划算一些 如果你真的想买某一件衣服的时候呢 要不然就是做到一进一出 六点就是大钱包那种长长大大的钱包 就是说长钱包就是说容易钱管钱是一种比短夹相比起来说是更吉利的象征 因为空间够大嘛 然后每次买完东西什么receipt啊之类的都就是扔进去 放进去的东西全都扔进去 整个钱包都是鼓鼓的 然后现在我就用卡夹 然后每天回来之后呢 就会把自己的包包整理一下 第七点我不会再购买的东西 就是订阅 自己有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呢 就是会先查看自己的email 经常就会看见一些打折的啊 什么全场70%off啊 80%off啊 final sale这些 然后就想说 那我就算自己不买也可以顺便给小孩子买 那结果他们打折嘛 然后也不是码都很全 有一些磁码你买回来都是小孩子可能要等到明年或者是后年才能穿的 然后不知不觉你就会越疼越多这些东西 之后你买了之后呢 然后过两天它又有更大的折扣 啊我就觉得好烦恼 其实就是不要为了折扣而去买某一件东西 而是你真的需要你再去那个网站去买它吗 那我的经验告诉我 就是取消全部的折扣email 就是unsubscribe的 那是APP的那些优酷啊 小红书或者是blibli 啊什么都好 他们的月费其实并不高 其实当他们全都加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月都会有十几二十刀 八点就是为了A去买B 比如说你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一条裙子 然后你很喜欢它 那发现自己家里面没有一件适合配它的衣服 然后你就会因为这个条裙子而再去买一件上衣 那你要记住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衣服可以去配这件裙子的话 那说明它也许不属于你的风格 至少是不属于你衣橱的风格 真的没有一定的必要要把它带回家 甚至为了它再去买另外一件上衣 最后一点就是环保袋 有一支环保袋那是当地有一家超市 他们第一天开门就是优惠大丑兵的样子 每个进场的客人都会送那种很大的一个购物袋 我就觉得那样子就够了 就很大一个购物袋 我就一个购物袋就足够用了 去超市就是用我自己的环保袋 或者是叫它叫购物袋 我自己的袋子装不下的时候呢 再用他们提供的袋子 我觉得不是因为环保去买更多的购物袋 或者是环保袋 那样子其实并不环保 环保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讲好久 但是我觉得环保这件事情一定是一点一点来的 就是尽自己可能的 尽自己可能的情况下一点一点把它做好 以上这些就是我以前和今后不会再买的东西 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我觉得离极简我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我自己觉得不需要因为极简去特意的 去刻意的极简化 生活上你觉得还离不开它的东西 你可以照常用 但是如果你发现其实有一件东西 你没有再用它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都不影响你的生活情况下 那其实它是可以进行断舍离的 我觉得生活上每一样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好 就好像我们自己穿衣服也是喜欢简单的搭配 简单越好 然后生活也是 就像大家阐述的一句话 平平淡淡就是美 简简单单就是快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